现在还有事实 最近我们旅游这里 这个灾难有两件值得我留意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受灾难最大的州是New Jersey 他们海岸线住在那里的人 都觉得他们的海岸线非常美丽 值得骄傲在那里可以去渡假 常常听见有人 某个人到那里去渡假 这一次完全扫光了 然后我听见报道 他们要开始执行一条叫做蓝色的律法 叫做Blue Law Blue Law是什么呢? 全美国都有的 200多年前宪法规定 所以礼拜天星期日不能开店不能开业 也不能上班工厂也要关门 那么工厂关门不能开班不能开业 做什么呢? 叫教会参加聚会敬拜神 这是宪法原文的规定 但是没有人执行 而且他现在改成 礼拜天要参加宗教活动 他不是不讲信耶稣了 也不讲敬拜神了 是礼拜天他们现在的解释是礼拜天要参加宗教活动 他会英文叫做religious activity religious activity 星期日礼拜天是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 如果有人开工有人开业工厂开门 是要抓的要发款的 这条律法他们觉得没有人遵守也没有人执行 所以他们得罪上帝 所以希望他们有人讨论要恢复 礼拜天所有shopping center 买卖的东西都要关门 还有另外一点 我是有讲这些宗教信的人教导的人虚伪到这个地步 非常虚伪 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 还有一点就是很稀奇的 我们可能一辈子只碰到一两次 就是总统就职典礼宣誓就职典礼 都是1月20号 1月20号那一天就职典礼 手按着圣经 右手举起来向神宣誓 但是明年1月20号是礼拜天 宪法规定总统要就职典礼宣誓 要延迟一天 所以明年是礼拜一 21号不能礼拜天 这个你可以看见 美国的宪法是信耶稣的 碰到礼拜天 连总统就职典礼也要改旗 但是明年刚刚又是 Martin Luther King的假旗 看看他们又要改都改 改到礼拜二了 不然你不记得Martin Luther King 那也不行了 好重啊 所以明年总统应该是 照我说应该是22号 这些讲起来就好笑 都是虚伪的东西 在美国这里 上去恩待我们 在美国这里我可以讲这些话 还有因为我们这里人不多 如果这里有三千人 这句话等一下也可能有人要来骂我了 感谢沈亮姐 总而言之 有人说宗教是人生在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心理依靠 如果你们要知道鬼杖是什么意思就这里 Crash Crash 鬼杖 是 鬼杖呢 如果你讲得好听呢 就是人长命的一个象征 你看见鬼杖越来越多呢 你就知道人越来越长命 因为我记得我常常告诉你们 我年轻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我能够活到五十岁 已经很长命了 现在七十三了 你明白 所以要用鬼杖的时间可能不久了 所以鬼杖越多呢 就表示人的命越长 就是Crash 就是需要依靠 这个叫做心理依靠 这个字就很难的字了 Psychological Psychological 就是心理上面的 人说宗教是人生在世界上 请各位小心听 这非常重要 但是我要讲很快 因为一共有五十篇 人生是必须要有的 我们都知道 人在世界上不完全 不管你心理上也好 肉体上面也好 都有不完全 所以我们需要有心理依靠 我们处身 特别在危险的时候 在伤心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人 坐在我们旁边 或者在我们附近 安慰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喜乐的就是 有一个靠山 可以依靠的东西 依靠的地方 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人 跟我一起分享 这个欢乐的时间 我以为这些人 为什么要结婚 或者为什么需要有朋友 因为他有时候 情绪不好 伤心的时候 有人可以帮助 可以安慰 还有 如果有喜乐的时候 也有人一起来分享 你一个人喜乐 好像如果你一个人 站在喜乐 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发神经病 这是文化的问题 我们要喜乐也不行 哭也不行 这是我们环境文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弟兄姐妹 一起来享受喜乐的时间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 如果你用宗教 成为你一个心理的倚靠 你有没有考虑过 想过 这个心理倚靠 这个宗教 是一串 我特别把它翻译出来 它英文就容易了 半尺 半尺 一串 当然面包也有半尺 你们 OK 买东西 有面包也叫半尺 OK 但是呢 就是说一串 连接起来 成功的谎言 成功的谎言 意思就是说呢 它说起来 你知道它的谎言 但是呢 你不知道是谎言 它很成功 骗人的 而且能够骗人一辈子 请你不要惊奇了 这一串 连接起来 成功的谎言呢 能够欺骗你一辈子 我们广东话是 亚塞亚 普通话是一辈子 是不是 OK 他们骗很多人一辈子 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主要说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都 进天国 就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进天国 如果你说 主啊 主啊 我常常告诉他们说 你们主说我没有 那也也是主 OK 所以有些人信耶稣啊 是主犯的主 但是我们圣经里讲的是 主人的主 主人的主 跟主犯的主 差好久的 OK 唯独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哦 主哦 我们不是凤梨名传道吗 凤梨名赶鬼吗 凤梨名行许多义能神迹吗 我们为你做这么多事 一辈子为你做这么多事情 那我 耶稣说啊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做的人 离开我去吧 他讲 所以这些人啊 给人骗自己骗自己 我能够想象 这些人活在世上的时候啊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一定满 满有信心 以为我 他们这个宗教 心理依靠 是永远苦靠的心理依靠 他们一定以为 这个宗教 带领他们到天堂 所以他一辈子 都可以有心理的依靠 死的时候 挺着胸膛 很高兴 走向天堂的门口 远远看见 哇 耶稣站在门口 他一定很高兴 啊 感谢神 耶稣还纪念我 我一辈子为他 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 但是呢 他很高兴 走到耶稣 面前 伸手与他一握手的时候呢 耶稣对他说 你做的人 你看我去吧 我不认识你 啊 可怜 别敢 可怜 我能想象 这样的打击 是多么的惊人 好像最大最小的行轮闪电 从天这边闪到天那边 OK 他一辈子 以为他奉耶稣的名传道 行神迹赶鬼 还有死了以后 以为一定上天堂 他们这个 他这个宗教 他所信的这个宗教 这个心理依靠 一定就得很口靠 所以 走到耶稣面前 耶稣才在门口挡住他 不给他进去 而且说 你们是作恶的人 我从来不认识了 你们离开我去吧 这个故事 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两千年了 今年是2012 2012了 我们总话来说 两千年了 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两千年 现在我们两千年以后 读起来 做得很新鲜 很合时 好像外面包一样 没有过时 OK 一些简单现实 帮助你看见宗教 是一串连接起来 成功的谎言 很简单的 非常简单 看着啊 小心啊 非常简单的 一个宗教 称他最高的领导 叫圣父 就必定是撒谎 这个宗教 如果有一个宗教 他称他的最高领导 叫做圣父 Holy Father 如果有一个宗教 他的最高领导 称为Holy Father 这个宗教 一定是一串连接起来 成功的谎言 一定是非常简单 可怜的事 不是世人真的那么愚蠢 不是 乃是因为世人不肯 小心研究查考 不肯 好像我这样 小心研究查考 宗教 看见他们在拜这个东西 我就要上去问 谁开始的 这东西谁雕出来的 谁摆在这里 谁规定要这样拜 我从小就会问这些问题了 从小就会问了 怎么全世界人不问呢 从今以后了 全世界人都要问 你拜这个东西就要先问 这个东西是谁开始的 谁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 谁造的 OK 谁说要这样拜 谁说今天拜 谁说用这些东西拜 这些都要考察研究 谁说 然后我就说 现在我说 那个说这些已经死掉了 我这个活人 所以你要听活人 不要听死人 他没有办法了 OK 他没有办法了 我从小就知道 这些虚假的 虚伪的东西 不是因为他们 笨到这个地步 乃是因为他们不查考 不研究 但是来到金钱 全世界上人 我看死他都没有办法 全世界上人 我看死他 他都没有办法 来到金钱 斤斤计较 广东话差不多出来了 我就斤斤计较 一点点 一分钱 特别是你们会计 一分钱 哎呀 补上来就算了 这么麻烦 有些还要搞一天两天一个礼拜 成那个叫做balance sheet balance sheet 他一定要balance 一定要平衡 不平衡不行 哎呀 一分钱就搞这么多事 花这么多精力时间 把它补上来算了 我给他一分 我就常常说 我给他 省掉这么多时间 一分钱都要搞 如果他们用这个精神 用这个时间 用这个思想 来研究宗教 立刻就发现 我从小就知道 不需要很多学问 想一想就知道 这些虚伪 骗人的东西 还有 我保证 全世界 所有人 如果他们用 研究金钱的精神 力量 时间 态度 来 研究圣经 他们立刻就会发现 宗教 是一连串 串起来的 谎言 但是他们很成功 这个我从小就知道了 不是我骄傲 是现实 我现在讲 你都立刻知道了 我一提 你立刻就知道 为什么我想到 你不想到呢 因为我对 对这些钱 哎呀 我有时候 有人替我洗衣服 发现我口袋这里 有一百块钱 我都不知道 几块钱 几块钱 人家有还就还 没有还就算了 钱就不要紧 钱就不要斤斤计较 人家欠你十万块 他说没有 那就算了 还有请律师 还要打官司 还有这个 找什么东西 这么麻烦 信耶稣你就不搞 这些人 我看死他 他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钱 不能活 我知道了 两方面我都知道 他没有钱 不能活 OK 所以上天恩待我 我现在可以这样讲 好像前天有一位 吴先生 孔天吴 他今天不来 下个礼拜我忘记了 因为我现在脑袋 越来越少 我要留下那空间来记 OK 还问我 刚刚刚我上个礼拜天 讲这个道 好像他听过 他说我礼拜天不能聚会 但是我们是第一次看见 碰见 他说我礼拜天不能聚会 能不能参加信耶稣 我说你不能聚会 圣经里面说就不要心酸了 但是我有时候可以 那我说 那你能信多少就信多少 你就开始的时候 你不能信 你信这么多 你就成真实实 我只能信这么多 你不要骗人 不要骗人 我是信耶稣的 你现在只是能够信这么多 能够信这么多 然后你又来信 又信越多 又信越多 希望有一天 神帮助你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 每天就在改变 对不对 如果神要怜悯的时间到了 你就找到一个工作 神给你一个环境 礼拜天不要上班 甚至每个有一天恢复 礼拜天上班 都要坐牢 礼拜天不上礼拜堂 还有不去基督教会 就要坐牢 这条律法 我来咨询 OK 这是开玩笑的 没有可能的 两千人都没有可能 两千人我都不在这里了 我真是不知道 怎样帮助世界上的人 认识这个事实 一个国家 小心啊 听着啊 我不讲那个国家名字 你知道啊 如果有一个国家 称呼他们的王帝 是天皇 你知道哪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 他说他的王帝是天皇 你知道这个国家 他所信任何宗教 不管他信什么宗教 一定是假的 不管他信什么宗教 偷偷都是假的 为什么假呢 小心啊 很容易清楚 任何人一点点尝试 就会知道 想一下 人是高的 大的 像低的 小的 烧香 祈祷 敬拜 他是 小的 小的 什么 低的 小的 低的 像高的 烧香 祈祈拜 你就知道了 是假的 骗人的 哪有天皇 像天祭拜 没有的啦 哎呀 这都 名字就叫出来 就已经虚假了 懂静明白吗 人是 低的 拜高的 小的 拜大的 他也是天王 最大的 拜哪里 他最大拜谁啊 哎呀 福来的 这些都是福来的东西 唉 明白吗 很简单啦 是不是啊 怎么搞到 两千年才 我承乱来讲啊 他们早就应该 把他所有宗教 都丢掉啦 他那里很近海嘛 大西洋 好大 可以冲到 大西洋里面去 我都会讲 哎呀 看着 李立兄 这不是我聪明 也不是我笨 因为我有一点点 人正常有的 尝试 我没有说 他们没有啊 我只是说 我有一点点 所以我就知道了 OK 那中国人呢 他称赞王的什么 天使 聪明得多 明白吗 你也是天王 向谁烧香啊 告诉我 天王向谁烧香 OK 不讲了 中国人就聪明 他最高那个 是天使 他不敢 天凶 有人说天凶吗 你知道吗 他连天凶都不敢叫 他很谦卑 我是天使 OK 所以我可以向天什么 敬拜 明白吗 李心 要等我来讲 这个世界 多有福气 王弟兄 金弟兄 多有福气 怎么我们知道 他们不知道 醒过来 一个宗教教导人说 昆虫不果杀 一定是杀网 我以为这个宗教 他打仗杀人 昆虫不能杀 人可以杀 哪里的道理啊 哪里的道理啊 这个世界 都是一串 骗人 连接起来 骗人的东西 所有宗教 叫人行善 这句话 就把所有宗教 都定为谎言 所有 人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从来不说这句话的 是人家普遍说的 宗教都是 劝人为善 这句话 就已经足够 叫全世界人 知道明本 宗教是一连串 连接起来 成功的谎言 这个你自己就想 以下这些 就是我要 全世界的人 都跟我一起来 跟随主耶稣的原因了 信耶稣不是宗教 小心啊 是这个啊 所以你们说 那你在传道 不是传教 你又错了 世界上的人 就是错在这里 而且全世界都错 为什么 全世界都会错 因为全世界 只是研究权 他不愿意就信耶稣 他钱就斤斤计较 你要信耶稣 就斤斤计较 查搞清楚没有 钱呢 自然上帝赐给你 上帝恩待我 我可以这样讲 希望有一天 你连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这样讲 我也知道 全世界的人 跟我一起来信耶稣 不需要打仗 每一个人 都可以告 好像我这样讲 不需要担心 明天有没有钱 不需要担心 明天有没有饭吃 不打仗就行了 还有啊 我现在告诉你啊 如果我是欧巴马 纽约 我说我三个牛车戏 绝对 没有超过三天 找不到汽油的 我下命令 叫南部那几州 三十步 三十步 汽油车 浩浩大弹开上来 从他们下面 低西那里最少可以有 二十步电油车 开上来 纽约 两天之内 每一个油站 都有油 就是在车里面 放油出来就行了 总会搞到 到处没有油 搞错 我不做总统 我都知道 这是胡闹 胡闹的东西 找麻烦 我们能够 飞机 飞那坦克车 去伊拉克 不能够 运几十个电油车 把电油运到纽约来 每一个市民 都有免费的汽油 这是不合道理的 OK 世界上的人就是 迷糊在这里了 小心啊 信耶稣是这个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不要犯罪 轻轻戒戒 远避 隐行 你们个人 小的怎样用圣洁 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心欲的邪情 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以上这些经文说明什么 认识神的人 能守住自己的身子 不放纵情欲 要不要再读一次 这是信耶稣的人要做的 信耶稣认识神的人 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体 不犯淫行 OK 不放纵自己的私欲 能够守住身体 不放纵情欲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这个传荣一辈 因为都是三个二 加太书 加太后书 他英文就多一个后 叫做second second Timothy chapter two twenty two 我们中文三个two 他英文有四个two OK 因为他后书叫做second second就是two 所以是two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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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two 说什么呢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博平 这经文说什么 我们信耶稣的人 聚在一起搞什么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活平 这是信耶稣 信耶稣的人 挤在一起 聚会在一起 就是要一起来 清新 祷告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活平 还有 如果是心理作用 依靠 是你所要的 这个更好了 如果你以为 信宗教 宗教是一个cratch 是一个心理需要的心理依靠 这个更好 更省事 而且免去好多麻烦 你知道吗 全世界 只有一个庙 我最喜欢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在中国 在中国北京 它叫做天堂庙 有没有去过 举手啊 天堂庙没去过啊 以后要去看看 全世界的庙 全世界那个就是天堂庙 我最喜欢 因为这个庙啊 通常我们的联想里面有菩萨 但是呢 这个天堂庙没有菩萨的 里面是空的 没有任何偶像 没有任何像 也没有任何什么雕刻的神像 都是那些劝人行善的标语 OK 还有很美丽的图画 劝人为善的标语 明白 没有这座菩萨 那座菩萨 那座菩萨 没有的 空的 还有 我上一次好像好几天告诉你 昨天有人告诉我 西湖有两条桥 OK 这一条过去 就是成功 那一条过去就是失败 所以你去看西湖 要小心走那一条桥 小心走那一条桥 OK 他们有这个传说 但是天堂庙外面 天子以前祭天的那块石头 二十几年前 1988年 我第一次到北京 他们就带我们去 看这个天堂庙 刚刚他们到处去看 我就没有兴趣 我就站在那里 周围看看 在外面大空地 周围看看 就看见有一队人 在那排队 站一块石头 然后我也走进去看看 他们在搞什么 我正在想要搞什么 有个年轻人扶着他妈妈 病得很辛苦 可能是希望他妈妈 死以前来看一次 病得很辛苦 他就走进来问我 他说 他说同志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每个人排队 轮流 比如站那块石头 我就死下 给他开个玩笑 我说你不知道 如果你赶快去排队 站一站 你就不生病 然后你再去排队 站一站 你就会发财 他赶快说 妈妈 我们赶快去排队 他都不登陆 我跟他说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拉着他妈妈 赶快就 我们赶快 他就赶快就排队 所以以后你们 没有去过天堂庙 以后如果你们天堂庙 有个道游在传说 这个传说 有人传说 如果你站那个石头 站一次就不生病 站两次就会发残 你知道是我开始的 将来可能有人在 道游在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要小心 以前民间的传说 可能是好像 我这种皮的人 明白吗 开玩笑说出来的 他们就传下去 以为是真的 所以你要小心 OK 如果心理重用 依靠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更好了 什么呢 跟我一起来跟从耶稣 要背这些圣经就行了 主持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很难把我 把我怎样呢 天天背着这个就行了 因为你要信耶稣 然后背着 背着这些圣经 我四十多年前来美国 其实背着这些圣经来的 OK 因为我单身那个时候 来到这边 一辈子第一次离开香港 就来到美国 而且在Texas 都没有中国人 OK 所以心里把他一放 我就 主啊 OK 我就缠了背 我还没有读完书 就有人请我去工作 我在工作那个 办公桌子的 面前就挂住这一层 我自己写了 挂上去 我自己写了一张纸 然后挂上去 我每天一坐下来 主持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最简单的 不需要拜菩萨 不需要信什么宗教 主持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很难把我 找一样的 天天背几次 如果你需要这个心里 记得啊 小鱼啊 不要怕啊 你就天天背这个经文就行了 然后你会来 一起来敬拜神就行了 OK 这个最简单的 不要钱也不要吵 也不要去 啊 这个菩萨庙 这个菩萨庙坏了 漏水了 啊 要补哦 要尊钱了 不需要的这些了 OK 最便宜 最少麻烦 对不对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cratch 这个最简单最好 OK 还有 这个呢 更能叫你心安理得 在世界上 心安理得是最要紧的 这个 这水手表明的洗礼 现在接受 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你们 这洗礼 小心这句 这洗礼 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除掉肉体的污秽 是洗澡啊 不是洗礼啊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这个要紧啊 在神面前哦 不是在人面前哦 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在神面前良心无亏 这才是人生在世界上最好的 心理理靠 对不对啊 各位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有 外国人我不晓得有没有 但是我没有知道 我们叫顶天什么 立地 你做人能够顶天立地 心安理得 在神面前良心无愧 你就什么什么 你不需要惧犯啊 如果你需要 cratch 需要心理 需要有依靠 良心无亏最好 最好最好 要在神面前良心无亏 就是生干 就是深夜的时候 人家一敲门 你就不需要惊怕 所以这是 在神面前良心无亏 你知道 在神面前良心无亏怎么搞吗 就是跟我过去两三个礼拜 讲到有连串的 就是受洗 信耶稣 悔改 受洗 洗去你的罪 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犯罪 所以良心清贱 不是 我们可能犯了好多的罪 也可以有良心无亏 怎么能够良心无亏 要信耶稣 悔改受洗 把那些罪 洗去 神应许 就给我们良心无亏 叫我们能够重新 做一个清洁的人 这就是信耶稣 受洗的好处 叫我们良心在神面前无亏 结论了 就是这句话 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 是人生在世界上 最好的 心理依靠了 那么我们一辈子 犯了好多罪 怎么办呢 这些罪怎么办呢 这些罪就是叫我们 在神面前良心有亏 所以你要信耶稣 要悔改 要奉耶稣 这对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就在神面前 你把那些罪 在神面前 认罪悔改 受洗洗去了 在神面前 你的良心就是什么 变成无亏 所以这是 最好的 人生在世界上 最好的 心理依靠了 愿想赐福 保守各位 哇 我恐怕讲不完 感谢神的恩典 讲完了